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好像是必杀技的姿势 再把他的头组装一下 奥特曼的背后有一个放发光器的地方 发出的是黄色的光 这位奥特曼的眼睛和彩色计时器都发出了光 那你们知道毛毛拯救的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汪汪队的阿琪在回家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位奥特曼 他伤得好严重啊 叫我来帮一下他 这会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先把奥特曼的脚装上 然后是奥特曼的手 这是一个掌的姿势 右手是一个握拳的姿势 然后把奥特曼的头也组装上 他的背后也有一个放发光器的地方 原来是迪迦奥特曼 他的眼睛和彩色计时器都恢复了光芒 阿琪拯救的是迪迦奥特曼 汪汪队的小丽在回家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位奥特曼 他也伤得好严重啊 让我来帮助一下他 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他的肚子上还写了文字 来把他的脚装上 这位奥特曼的右手也是握拳的姿势 左手也是一个掌的姿势呢 和迪迦奥特曼的好像啊 这位奥特曼的头上有一个绿色的水晶 把他背后的发光器装上 小丽拯救的奥特曼复活啦 小丽拯救的奥特曼复活啦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灰灰在回家的路上也碰到了一个被打败的奥特曼 他伤得好严重啊 让我们来把他的身体碎片组装一下 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他的眼睛长得好像是贝利亚的 这个奥特曼的脚是一个蹲子的姿势 他的手部姿势看起来好酷啊 手上还有手刀呢 接下来把他背后的发光器也装上 那这样子我们就拯救了这位奥特曼 他的作战姿势看起来好酷啊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视频 如果喜欢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